你 那个 时间紧 任务重 这个结构眼儿 咱们就别内讧了吧 是啊是啊 卢师兄别动气别动气 再说咱们这个等级 能凑到人头就已经不错了 我相信刘兄弟的眼光 一定不会出错的 罢了罢了 要怪只怪 我居然指望你这个 饕餐血脉的废人 能够找到人 准备一下 可以继承吧 饕餐血脉 那是什么 你是刘威的朋友 难道不知道吗 刘威是饕餐血脉的拥有者 这种与生俱来的资历 源自上古凶兽饕餐 拥有这种血脉的人 从小食量就比别人大很多 修炼也很容易 只需要不停地吃东西即可 所吃的东西 零线含量越高 武者修炼速度就越快 但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 饕餐血脉也是一种费脉 因为他修炼所需的资源 是同龄人的几十上百倍 越往后就越吓人 圣地的长老也不傻 同样的资源完全可以培养一百个同境界的修士 换作是谁 也不愿意做着亏本买卖 没关系 我从小到大都明白这个道理 好歹长老还是赐了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 只要有机会 我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修炼资源的 是啊 即使没有资源 你一辈子都是外门弟子 我张铁也不会看不起你 会说你就多说点 修炼资源吗 别的我可不敢说 但地球上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十大胜利加一块估计都比不了 只要我想 我看好你 估计很快就能把你培养成神通秘境 甚至是超越神通秘境的存在 不过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 先不说结交未深 到时候刘薇盘问起这些宝贝的来历 可不好解释 目前看来 刘薇此人仗义直言 还是值得深交 一凡兄弟 我们也走吧 还是在自己观察一段时间 这杨世忠 情报上说 他是习随境中期的实力 麾下有四大统领 也不过是班写境巅峰 不过比较棘手的是 他可以随时调动三十万金兵 什么 双拳难敌四手 如此庞大的士兵队伍聚集在一起 即使个个只有翠体境 即使也很难对付 看来我们这次任务 只能暗中进行 不能明着来 没错 情报上说 杨世忠勾结魔祖 抓捕平民百姓修炼血功 罪孽滔天 随时都有可能造反 若找到确凿的证据 此人我们能活捉最好 实在不行 就把他的尸体带回去 好 前面就是将军府了 用逆气服 好 走 走 好奇怪的一阵风啊 混进来了 接下来就是找到杨世忠 找到了 杨世忠就在那儿 将军 您回来了 下去吧 是 今天天气苦热 老爷行军操练 莫要伤了身体啊 夫人有心了 最近军务繁忙 若是结束得早 我会尽早回家陪你用膳 要是咱们的素素还在 我也就不会那么寂寞了 夫人 我去练功了 你早些休息 老爷 他在朝我们这边看 难道暴露了 我们跟上去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赚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我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高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 都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未经许可不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